记者中立华台北报道,中国全国两会重头戏今天登场,修宪删除国家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,全国人大全体会议今天下午30举行,投票时还放着喜气洋洋的年节背景音乐,不到30分钟就投票结束,而赞成票2958票,2票反对,弃权票3票。 西德国家主席任期可治2023年后,两岸政策协会秘书长王志胜分析,西德延任对两岸关系是短多长空,西德第二个任期致力于内部小康社会的实践,对于两岸与对外关系力求稳定,因此对台政策仍将延续十九大中重要但不急迫的基调,短期求取两岸关系的稳定冷汗。 但中长期来看,习在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下,对台政策的统一进程可能会进一步浮上台面,届时对台湾恐形成新的压力。 王志胜预期,习在第三个任期2023年之后会给台湾更大的压力,因此台湾现在必须把握时间,壮大实力,累积筹码,出提升经济与国防的国力外。 最重要的还是,台湾内部意见的凝聚与整合,否则一再出现认同撕裂。 在中国利用单边的会台政策拉拢,通战与渗透时,台湾如何去对抗? 这也是新国安人士上任后应该思考并做好风险控管的。